那這一次呢 所要製作的濃縮咖啡呢 會是用我們的馬賽馬拉咖啡豆來製作 那它的是來自於肯亞的PB原豆 那肯亞的話呢 它本身的風味就會非常的酸甜感 非常的明顯 所以透過我們的濃縮咖啡 又再加上PB的技術充足出來的話呢 酸味會稍微的高一點點 但是如果說就是很喜歡喝酸的朋友 會覺得這個風味非常的棒 那我們現在就試煮看看 那像馬賽馬拉這一款咖啡豆呢 它所煮出來的濃縮咖啡 像香氣的話呢 就會有很濃郁的碳燒烏梅的感覺 但是呢 它的甘蔗的甜感又非常的明顯 那喝起來的話呢 就會是一杯非常濃郁的烏梅汁